疫情進展到今日的地步 大家明顯看到病毒有一個趨勢 就是傳染性越來越高 這個傳染性可以由R-KNOCK的傳染係數看到出來 R-KNOCK大於1的話 疫情會越來越嚴重 一個就會傳給多個人 如果R-KNOCK小於1的話 一個人都傳不到另一個人 疫情就慢慢減少 這個病毒在武漢流行的時候 R-KNOCK估計是2.5左右 在歐洲的第一波感染 R-KNOCK大概是3左右 到英國發現了新變種病毒 我們現在叫做Alpha 種 R-KNOCK就去到4.5 當然現在大家最熟悉的是Delta變種 最初是在印度發現的 現在全世界都是 這個Delta病毒的R-KNOCK 就差不多去到5.8、6 傳染性就不斷地升高 如果這樣下去的時候 病毒由Alpha、Beta、Delta 如果一直到最尾Omega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傳染性就無限大 然後到末日到呢 稍微扯開一點點 就是經常都有人說 就是病毒的傳染性增加了 那它的致死率、致病率 就是引起病毒的嚴重程度 好像都沒有增加很多 所以其實沒有問題的 我都貴事跟你爭辯了 總之那一句就是 如果病毒變得傳染性更加高的話 它會導致更加多人的死亡 就是說病毒的傳染性增加 嚴重性就比起它那個致病的致死率增加 更危險得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條片 就會解釋得很清楚 而病毒為什麼會變得傳染性越來越高呢 其實這件事差不多都是一定的了 因為病毒最初 比如由蝙蝠跳上人那裡 它就好像剛剛那個學徒那樣 剛剛就適應一個新環境 去到新公司那裡 就要適應新的公司文化 知道怎樣做事的方式 它就慢慢在人類的體內 就摸熟了那個路數 那些病毒就知道 怎樣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傳播 更加有效地生存下去 所以RNOX數字就是不斷升高 大家偶爾都會聽到 有些很害怕的消息 新聞就說 那個病毒的傳染性 就會不斷地增加了 現在就是5.86 可以再增加多一些 接著就會有人跟你說 這個炸腮 那個傳染系數 那個RNOX 都已經去到12了 而麻疹 這個MISO 那個傳染系數更厲害 起碼18 所以如果這個病毒再繼續變種下去 就是人類的末日就應該到了 我覺得其實事實 又未必真的這麼悲觀 大家都不要看病毒這麼神奇 它始終是一些很簡單的生物 就是說它用有限的資源去對付惡劣的生存環境 它要生存下來增加自己的傳染性 可能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要犧牲了其他東西 就是說你可能得包麵粉 那你想做個麵包出來當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把滿項全席出來 那你是不行的 那就是病毒都有它的限制 那這裡也提一提 就有個概念 就是我們叫Evolutionary Trade Offer 就是說在進化上 當一個生物發展到一些特質 令到它更加能夠對付環境的挑戰的時候 它可能會犧牲了其他有利它生存的特質 大家要知道 新冠病毒現在它面對一個非常大的生存難題 就是說 當疫苗慢慢大規模施打的時候 疫苗在人身上產生的抗體反應 那些免疫反應 就對一個病毒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當它要發展一些特質 去對付疫苗產生的對它的攻擊的時候 它一定不可能要犧牲了某些東西 令到它就處於一個不利的境地 簡單說就是 疫苗沒有兩頭腿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Beta病毒 南非變種 現在好像很少人提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專家就覺得 這個Beta病毒 其實就是這種Evolutionary Trade Off的例子 因為這個Beta病毒的變種裡面 是有一些特質可以避過 就是身體的免疫系統對它的攻擊 但是同一個過程裡面 就會令到這個病毒比較難去大規模傳染 結果就是這個Beta病毒 就沒有辦法像Delta那樣傳得那麼厲害 另一方面大家要留意 就是這個新冠病毒 它始終都是一種冠狀病毒 那現在它那個RNOT的傳染系數 去到5.8、6左右 這個是Delta的數字 這個數字能不能夠一路上去 其實去到6或者再上一點 已經是平時我們 平時其實我們社會裡面 都已經有四種的冠狀病毒 引起普通的傷風感冒 這些就永遠都在了 一到季節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很多人幻想傷風 大部分都是比較輕微的病 這四種普通的冠狀病毒 那個RNOT大概都是6、8差不多 這個新的冠狀病毒 能不能夠超越一般冠狀病毒的限制 傳染力比起普通的冠狀病毒更加超過呢 沒有人說它不行 不過始終生物是有它的限制在 未必能夠突破玻璃天化 還有大家又不要想到病毒的變種 它每一次變種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有利的特質出來 其實很多的變種 會有一些對病毒本身是不利的特質走出來的 這些不利的特質都會影響到病毒的生存 感染人的能力 有些人都會開玩笑 大家都不用說一定這麼悲觀 可能有些病毒變變的時候 可能令你有蜘蛛盒 可以飛船走壁 有透視眼 或者好像蝙蝠盒 那麼好打都可以的 不過說回頭 然後其實就算傳染系數RNOG到6已經到頂 6已經是非常非常差的了 6的話 就是一個人傳染6個人 如果沒有一些公共衛生措施去限制住 或者沒有疫苗去擋住它的話 在一些綠候國家 第三世界的國家 都已經可以引起極大極大的災難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可以的話就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的時候也記得按下小鈴鐺 你每一次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新影片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